四届威尼斯影展在当地时间9月9号圆满结束 评委主席Annette Banning率领她的团队 在闭幕里上颁发各个奖项 最高殊荣最佳电影金师奖 由墨西哥导演Galmore de Dolo 指导的奇幻电影The Shape of Water 夺得 这类电影一向是她的拿手好戏 所以对于这次得奖 她也觉得特别开心 这就是从来到那里 感受到财励和观众 在这一层的爱是一个节奏和节奏 你现在说是奥斯坡的 是否在你身上的领导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知道 这就是蛋糕 蛋糕是蛋糕 演技奖方面 本届影后由英国演员 Charlotte Rampling 击败Jennifer Lawrence 朱莲莫尔等劲敌 凭借新戏Hannah夺得 虽然这次是她从影半世纪来 首次在威尼斯封后 但是她就很谦虚的说 只兴奋一晚就好了 我希望在这一刻的最佳 这是我今晚的感觉 我感觉我赢了这 然后在一天或两天 我并不觉得这一切 我只会继续工作 活着我的生活 我活着活着活着 然后再继续做另一个电影 可能一天 可能会获得一个资金 Charlotte入行这么久才得到这个奖 相反 勇夺影帝的巴勒斯坦男星 Kamel Abasha 首次拍电影就得到奖项认同 虽然她的得奖作品 The Insult 备受政治的争议 但Kamel就似乎想把焦点 放回到艺术方面了 其余奖项方面 以色列电影Fox Road 勇夺评审团特别奖 最佳导演银师奖 就由法国新进导演 Civre Lagrange 夺得 他在领奖时还激动落泪 而另外一边 18岁美国演员 Charlie Plummer 凭借电影Lynon Pitt 顺利在香港著名导演 杨凡手上 接过最佳年轻演员奖 这个奖以已孤意大利演员 Mircello Masrani命名 所以Charlie也说 很希望可以好向这位前辈 这么成功